社群龙头推特的董事会在25号的时候一致通过 以每股无4.2美元 也就是总价为440亿美金 相当台币1.28兆的价格 把平台卖给了全球首富马斯克 也让推特的股价飙涨了5.6% 以51.7美元作收 而这笔交易不仅是震撼了华尔街 也成为了许多民众热议的话题 越过去马斯克是向来直言 对推特的审查制度有非常多的不满 而在转型为私有化的过程当中 要是全面来解锁这项功能 对平台来讲真的会是件好事吗 还有就是美国共和党也高喊 要马斯克让前总统川普恢复账号 但都还没有等到马斯克回应 川普当时先开口了 说就算是账号恢复 他也不会去回国使用推特的 将会待在自家所研发的社群平台 全球首富马斯克是电动车品牌特斯拉 太空科技公司SpaceX的执行长之外 现在他又要多一个头衔 社群平台推特老板 透过推特账号公布着好消息 马斯克强调推特有巨大潜力 从马斯克四月初买下9.2%股份 向推特提出收购交易 引爆推特高层祭出读完计划反制 三个星期之内风向大转弯点头成交 主要原因就是马斯克 从摩根士丹利等银行 筹到大笔现金 白花花的钞票 让推特董事会回心转意 双方最后以美股54.2美金 现金价成交 让这笔交易总金额为440亿美金 约合台币1.28兆 消息刺激推特股价 25号一度上涨超过6% 接下来推特将在马斯克的带领下 进行私有化转型 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外界最关注的 莫过于马斯克一再强调的言论自由 当世界首富买下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社群平台 再度让世人见识到金钱的力量 但言论自由在马斯克眼中 标准和一般人似乎不太一样 拥有8000万推特粉丝追踪的他 近期才发布一张照片 酸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大都男 需要快速减肥 或是发文批评推特上的名人 都不太发文了 直言难道推特死掉了吗 还发起投票 问大家要不要把推特的W去掉 变成teater窃笑的意思 而且只有好汉当然两种选项 一直以来 马斯克看似性之所致的企严一行 屡屡搅动市场 现在马斯克拥有推特 更进一步引发担忧 马斯克曾大力抨击 推特对发文的审查制度 不满平台因此将许多用户停权 外界担心一旦机制遭到解锁 将会是一场灾难 共和党人在推特上大声叫好 要马斯克解放平台 甚至高喊择日不如撞日 赶快让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账号恢复吧 推特从去年一月 因为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攻击 永久禁止川普使用社群平台 不过川普已经表明 就算马斯克恢复他的账号 也不会重返推特 将使用自家建立的 Truth Social社群平台 马斯克还没开始推动改革 就得面临一连串的营运问题 外界也质疑 他得身兼多家公司的执行长 纳烛多头烧 就算如天才般的马斯克 恐怕也会分身法术 不过推特内部传出了员工反弹 认为董事会的决议 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不安 现任执行长也喊话 近期没有裁员计划 马斯克砸重金 当上推特老板 在实现他的言论自由梦之前 恐怕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解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